冬山新人王歌唱大赛 迈入2014年 精益求精 不只提供1万美元冠军奖金 要培育华人新秀 因为这个冬山新人王 已经连续12年不间断 这样的用心感动了 全球华人知名品牌 仙尼雷德董事长陈德福 他主动成为活动最大的赞助商 并且喊出 弘扬文化的深度与广度 要帮助更多的年轻华人 勇闯演艺圈 回顾2013年 新人王冠冠军于雷出入 对许多娱乐圈同业来说 活动便宣告结束 但东森新人王歌唱比赛 就是不一样 一届届毕业的学长姐 每年都会回来 为学弟妹加油打气 而这份新人王特有的经验传承 正好与智力弘扬文化的 仙尼雷德公司 理念不谋而合 因此双方决定密切合作 有一个人去到一个地方 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我相信不是他的高楼大厦 而是他的文化的气息 最能让人有这种深刻的印象 刚男style骑马舞 让韩国大叔赛 哄骗全球 但其实当初竟然有人认为 他的外形很没明星味 而金句梅派大师梅兰芳 当初也有人认为 他的嗓音很糟糕 但是却成为金句的传奇人物 陈博士举这两个例子 他们都是能把一般人认为的缺点 转变成优点 借此激励年轻人正面思考 我们之所以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的缺点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自己的缺点 只要努力去做你的缺点 会变成你的特点 坎坎而谈 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决定先从哈佛辍学 也要抢占电脑业先机的远见 陈博士鼓励华人 2014年的东森新人王歌唱比赛 冠军1万美元奖金 单曲发行 以及东森与超市 两大媒体平台的宽广出入 是12年难遇的最佳时机 年轻人应该放手一搏 提醒华人家长与年轻朋友 改变先从观念做起 藉由东森信任王 深耕美国12年的娱乐专业 以及现年雷德公司 看中华人娱乐文化的远见 将这相辅相成外 现在就等着优秀的华人新秀 从东森新人王开始 目标登上全球华人舞台的顶峰 成为下一位受人敬仰的天王天后 东森新闻又是彭迪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答 好 也提醒观众朋友 南加州最后一场试唱会 6月21号星期六 在南海岸购物中心举行 欢迎观众可以上网 或者到现场来报名 提供您这样的资讯 明镜需要您的资讯 明镜需要您的资讯